大家好 这套课程的目的是帮助大家解决一个问题 比如我购买了一个Wordpress插件或者主题 它的后台操作和设置界面都是英文的 我想把它先做成汉化成中文版再使用 因为这个英文的界面加上首次使用 会增加操作难度和陌生感 等以后操作熟悉了 可以随时把它切换回英文原版 这个课程就是教大家如何汉化Wordpress的主题和插件 虽然网上有一些这方面的文字教程 但是很多都是多年前的 而且内容支离破碎 我也很喜欢Wordpress 自己汉化过一些主题和插件 比如Avada主题 BE主题 也用这些主题帮助客户做网站 还制作了一些使用教程 在汉化Wordpress主题和插件方面有一些经验心得 在此做成了教程分享给大家 另外还要感谢一位网友 是他给我提做这方面的视频教程 Wordpress的自身 以及它的主题和插件 这些产品的开发者 大多数都是外国人 他们讲英语 所以他们的产品默认语言也是英语 但令人欣喜的是 这些产品都支持全球国际化的语言格式标准 它允许用户创建自己的语言 比如说我们可以用它来创建中文版 方法也很简单 就是用一个软件 编辑主题或者插件的里面的那个英文语言文件 通过自己翻译 或者是借用其他工具翻译 生成中文的语言文件 那么这个主题的或者是插件的设置界面 就会变成了中文 这个语言编辑软件有Windows版 也有Mac版 翻译过程不需要修改PSP代码 这套课程可以帮助大家解决下面这些疑惑 第一 POT POMO 这些文件都是做什么用的 第二 POEdit 专专业版多了什么功能 是否值得购买 第三 从哪里获得别人做好的PO文件 当然现在我可以告诉你 可以付费购买或者是网上免费搜索 第四 如何自己手工翻译 以及翻译中的注意事项 第五 如何高效的翻译 可以借助这方面的工具 第六 Wordpress主题和插件版本升级之后 这个语言文件如何升级 第七 除了付费 还有什么办法可以提高翻译的效率 第八 这些语言文件都控制着什么 第九 是不是所有的主题和插件都可以用这种方式来汉化 答案是否定的 有一些小插件是不支持的 这种汉化的方法很容易学会 但是 这个翻译过程的工作量非常大 耗费时间和精力 是个体力活 有的主题需要翻译六千多条信息 有的需要翻译几百条 在课程的后面会有一些实战的演示 比如阿娃的主题的使用和更新 Slide Revolution 这种幻灯片的插件如何来汉化 它们的汉化原理相同 学会之后大家可以举一反三 这节课的内容先到这 我们下次课见